明朝末年 天下大乱 战火不断 难民随处可见 南方有个清风镇 小镇三面环山 环境优美 是个避世的好地方 镇东边有户姓刘的财主家 刘老爷虽然家财万贯 可他不吝啬 经常在家门口诗周救济难民 一时间 刘老爷被人们尊称为活菩萨 刘老爷的名声愈发响亮 生意上也顺风顺水 妥妥的人生赢家 然而 他却整天愁眉苦脸 因为他们刘家已经三代单传 儿子刘福安身体瘦弱 是个药罐子 多方求医无果 眼看到了婚配年纪 没人纷纷摇头 不愿意给他说眉 把刘老爷急得不行 刘福安虽然身体不好 好在他偏性乐观 还很孝顺 经常安慰爹爹 说自己定然会娶一个旺夫妻 让刘家子孙满堂 刘老爷见儿子脸上始终洋溢着笑容 稍感欣慰 一天 刘老爷照常在家门口诗粥救济难民 刘福安在一旁帮忙 这时 走来一位眉清目秀的道姑 刘福安很客气给道姑端上一碗小米粥 道姑很客气回礼 连说谢谢 他准备转身离开时 望了刘福安一眼 微微皱起了眉头 刘老爷早就看出了道姑是个高人 他连忙走过来 躬身问道 师太 还请这边续话 道姑没有推辞 他点了点头 二人来到一处安静的地方 刘老爷首先开口 师太 有什么吩咐尽管直言 道姑微微躬身回礼 吩咐不敢当 提倪官令公子面向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刘老爷一惊 连忙回道 师太 小儿自幼身体不好 如今还未娶妻 说到此 刘老爷不免常常叹息一声 刘老爷 令公子身体虚弱 乃先天阳气不足 不过您也不用担心 正所谓是在人为 办法还是有的 不过 道姑说到一半打住了 刘老爷听了大喜 不等道姑继续说下去 他已经接过话茬 师太 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只要能让小儿的身体恢复健康 哪怕是散尽家产 老夫也愿意 道姑听了微微叹息一声 刘老爷 虽说 提你有办法 可也只有五成把握 接着 道姑将具体实施办法说了出来 道姑的办法听起来很玄乎 其实也很简单 要找一位纯阳之体的女子 二人行房时 刘福安便能从女子体内汲取阳气 此法看似简单 其实 危机四伏 先不说能否找到纯阳之体的女子 若是令公子不能将汲取的阳气化为己用 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阳气在体内乱窜 轻则经脉受损 重则小命不保 道姑沉声说道 刘老爷听了顿时沉默不语 道姑轻声打破了沉默 不过 刘老爷也不必过于担心 若是失败 皮尼定会竭尽全力保令公子一命 刘老爷面路一丝喜意 那就一切全凭失态安排 有什么吩咐 尽管开口便是 失态点点头 说他去找纯阴之体的女子 半个月后会来相见 此后一段时间 刘老爷每天烧香拜佛 祈求失态此行能够顺利 而刘福安并不相信道姑之言 爹 孩儿身体不好 郎中都说了 孩儿身体不好 是因为娘亲怀孕时动了胎气 孩儿提前三个月 刘老爷听了不耐烦 摆摆手 你修得多言 并非刘老爷性子极 而是他对王妻柳氏感情深厚 不愿意儿子再提 这也是他多年为一直再娶的原因 柳氏在生下儿子刘福安不久后去世了 刘老爷悲痛不已 为了小姐心中悲痛 他把所有精力都花在了生意上 这十几年来 刘家的生意蒸蒸日上 惹得同行极度不已 很快 半个月过去了 刘老爷焦急不安 四处打探道姑的消息 然而 道姑就像人间蒸发一样 音讯全无 一天 刘老爷像往常一样烧香 突然 管家一脸兴奋跑来 老爷 失态来了 刘老爷大喜 亲自跑去迎接 门外 道姑一脸微笑 他身后跟着一个妙龄女子 女子约莫是七八岁 虽穿着朴素 可面若桃花 轻力动人 只是眼眸中有淡淡哀愁 刘老爷见了大喜 他连忙躬身行礼 事态快请 道姑也没有客气 说了一句此事已半妥 便大步走进了刘家 一番简单聊天 刘老爷得知女子姓陆 是个农家女子 陆老汉夫妇得知 女儿要嫁给财主家的儿子 当即满口答应了 刘老爷 婚事不可拖太久 得尽早办 道姑说道 一切全凭失态安排 刘老爷回道 七天后是月圆之夜 阳气旺盛 要不就定在七天后吧 道姑建议道 刘老爷自然是满口答应 那段时间 陆氏便在刘家住下了 而道姑因为有事 第二天就匆忙离开了 按照当时规矩 未婚女子是不能与未婚夫见面的 古代是包办婚姻 若是俩人私下见面 一方对另一方不满意 提出解除婚姻 麻烦就大了 这也是双方父母最不希望看到的 所以 刘福安直到洞房夜那晚 才算近距离看到新娘子的面容 新娘子很美 刘福安看得痴呆了 正要同房时 新娘子陆氏却一脸泪水 夫君 我不想害你 刘福安听了一脸不悦 盲问道 你是不是嫌弃夫君身子骨弱 陆氏摇了摇头 妾身并非农家女子 而是陆家大小姐 接下来 陆氏的一番话 让刘福安惊骇不已 陆家 在省城不算是顶尖家族 可近年来名声不小 陆老爷精明能干 凭借着诚信经营和聪明头脑 很快就赚了一大笔钱 将同行打压下去 这自然让同行怀恨在心 同行找来一位邪道 暗中对陆小姐施法 不久后 陆小姐中了一种奇怪的毒 每到月圆之夜就会疼痛难忍 说来也是陆小姐幸运 遇到了一个佛法高深的僧人 僧人给他指明一条路 说破除此法很简单 只要找个人同房就行 将体内之毒引出 不过 同房的男子会抱病而亡 陆老爷心善 自然不同意此做法 后来 有位道姑听说此事 说有办法化解 陆老爷听后连忙点头答应了 夫君 那天晚上 妾身无意间 看到师太和那位邪道在一起 他们俩是一伙的 既然二人是一伙的 此法肯定行不通 陆氏含泪说道 刘福安听了怒道 既然你明知道那道姑居心不良 为何还要答应他 陆氏一脸无奈 若妾身将此事说破 他们二人一旦苟急跳墙 跌跌就危险了 刘福安听了后感动不已 想不到陆氏如此孝顺 若是我们不同房 肯定会引起道姑的怀疑 刘福安叹息道 我有办法 陆氏闪动着眉眸 他突然心意狠 将手指咬破 将血滴在床头的毛巾上 刘福安笑了笑 此法甚好 第二天 陆氏低着头向刘老爷去请安 谁知刘老爷突然大怒 你 你牲畜不如 竟然敢欺骗老夫 说完 刘老爷抓过陆氏的手 见他手指上果然有伤口 陆氏满脸通红 不知如何解释 原来 刘老爷派了一个机灵的仆人在窥房 仆人自然知道陆氏在作假 爹 刘福安跑过来 一脸心疼把陆氏揽在怀里 犹豫一番后 将实情告知 阿尔 你 你说道姑是假冒的 刘老爷惊骇不已 刘福安点点头 爹爹 那道姑居心不良 你细查便知 刘老爷自然是相信儿子的话 他派人暗中跟踪道姑 果然发现道姑行迹可疑 一天之内 他去了冯家和赵家 这两家都是刘家生意上的死对头 爹爹 孩儿听说苗疆有一种冰残 可以解百毒 可以试试 刘福安自幼多病 为此他熟读各类医术 刚刚他默然想起 有一本医书上描述的症状 和妻子陆氏很相似 用苗疆的冰残可以解毒 说完 刘福安神色一正 爹爹 孩儿愿去苗疆走一趟 陆氏担心刘福安身体弱 立马提出要一并前往 刘老爷见了心中一喜 笑了笑 你们不用担心 老夫自有办法 几天后 刘老爷 托人找来了冰残 果然 冰残能够解百毒 陆氏体内的奇毒 被冰残给破解 不久后 陆氏怀有身孕 把刘老爷高兴得不行 后来 陆氏接连生了三个大胖小子 刘家香火旺盛 刘福安当年的那句话应验了 他说自己定然会娶一个旺夫妻 让刘家子孙满堂 后世有人评论此事 说这一切都是刘家多年行善换来的后报 或许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善有善报吧 古时南阳一带 有个侨夫名叫王六 他身材魁梧 一身有始不完的戾气 是个干活的好手 王六的父母在早逝 父母在世时 为了给二老看病抓药 欠下一大笔债务 这些年 王六干活很卖命 终于把债务还清 可岁月不等人 此时的他已经年过三十 仍旧是截然一身 一天 烈日当空照 燥热难安 王六像往常一样 进山砍柴 忙活了大半天 饶势身强力壮的他 也不免有些提法 大汗淋漓的他 准备寻个山洞小睡一会 漠然间 他听到了一阵女子的哭泣声 王六大吃一惊 大赏舞的 怎么会有女子来后山 寻声走去 王六发现 女子的哭声 是从山洞中传来 他连忙大步走了过去 这时 一个身材曼妙的妇人从山洞中走了出来 她走路一瘸一拐 像是受了伤 妇人见到王六 心一喜 忙擦了擦眼泪 恩公救我 王六心善 连忙上前把妇人搀扶住 一番聊天 王六得知 妇人名叫林秀姑 她是个苦命之人 父母早逝 和奶奶相依为命 自从三年前嫁给第一任丈夫后 她连克四夫 第四任丈夫在半年前去世后 村里人都将她视为不祥之人 骂她是克服命 一见到她 就像躲温神样远远避开 王秀姑为了谋求生计 不得不进山来挖草药 今天一大早 她像往常一样 进山采药 一时不慎摔了一跤 扭伤了脚踝 正好见附近有个山洞 便进来休息 进了冰冷的山洞 妇人想起了自己凄惨的身世 一时坚情不能自已 大哭起来 王六对林秀姑的悲惨 身是同情不已 二人分别时 王六从怀里拿出一些碎银子 夫人 这些银子你拿去用吧 若是不够 小生再去想办法 林秀姑连忙摆手 王哥 这是你用汗水赚来的钱 妾身不能要 说完 林秀姑面露寒 羞望了王六一眼 正好王六的目光对望而来 一时间 二人四目相对 王六有些害羞 连忙转过头去 王哥 妾身先走了 林秀姑也是满脸羞红 说完后转身离开了 此后几天 王六满脑子都是林秀姑的倩影 夜里也睡不着 思来想去 王六决定去看看林秀姑 他把家里舍不得吃的鸡蛋都带上 又买了二两肉 经过一番打听 王六找到了林秀姑的家 村里人都劝他 林秀姑是克服命 千万别去找他 王六笑了笑 说自己命应 不用害怕 来到林秀姑家 王六不禁眼泪打转 房子不仅破烂不堪 还有积水 林秀姑和奶奶不得不搬去偏房挤在一起睡 两个月前下了一场暴雨 很多村民家的房子都漏雨 需要修缮 林秀姑家的房子也不例外 天窗破了几个洞 因为林秀姑是克服命 木匠不敢上门 林秀姑没有办法 只得用破步将洞口堵住 遇到下雨天气 依然会漏雨 所以屋内异常潮湿 积水不散 散发着阵阵霉味 王六实在看不下去了 他曾跟村里老木匠学过一段时间木工活 从邻居家里借来梯子 又找来些木头和瓦片 忙活了大半天 总算把天窗给修缮好 林秀姑对王六感激不已 他奶奶刘氏一个劲 说王六是大好人 说神妖也有留他吃晚饭 王六怕人家说闲话就拒绝了 此后 王六每隔几天就来看望林秀姑 每次都会送些吃的过来 刘氏自然看出 王六对孙女有意 悄悄找到了媒婆 媒婆一脸为难 刘婶 不是我不肯帮忙 只是你孙女名声不太好 刘氏神色一脸 我老婆子活了七十年 从不相信克服命的说法 那四个孙女续短命 使他们没有福分 说完 刘氏决定亲自跑一趟 去给孙女说媒 刘氏亲自出马 王六自然是满口答应了 十天后 二人简单办了一桌酒席 就算是正是成亲了 婚后 夫妇恩爱 半年过去了 王六依然身体壮如牛 惹得众人羡慕不已 不少单身男子见林氏貌美如花 却嫁给了相貌平平的穷小子王六 不尽眼红了 大骂那些乱嚼舌头的妇人 不该说林氏是克服命 有些胆大之徒 竟然趁着王六外出砍柴时 对林氏欲行不轨 还好王六家养了一条大狼狗 异常凶猛 见到陌生人就会狂吠不止 有个叫周汉的富家公子 听说林氏有碧月修花之帽 带着几个随从连忙找来 众人刚刚闯进王家 后院那条大狼狗 异常凶猛地扑咬而来 大狼狗有半人高 力气出奇地大 吓得周汉等众人 连滚带爬出了王家大门 大狼狗似乎通人性 还狠狠地咬了周汉一口 周汉疼得哇哇叫 周汉在床上躺了大半个月 才能够起床活动 他心胸狭窄 脾气火爆 发誓要报此仇 一天 林氏去镇上买些布皮 王六放心不下 林氏笑了笑 夫君不用担心 有王沈陪着没事的 林氏说的王沈 是王六的邻居 王六躬身行礼 那就麻烦王沈了 王沈笑了笑 叫王六放心 话说二人才出发不久 就被一伙黑衣人给盯上了 当二人走到一处偏僻的小树林时 黑衣人现身了 他们都拿着明晃晃的大刀 王沈胆子小 当场被吓晕倒地 林氏见识不妙 只得往回跑 他猜测 这伙黑衣人 很有可能是周翰派来的 果然 为首的黑衣人正是周翰 小娘子 你跑不远了 周翰哈哈大笑起来 林氏性子刚烈 冷声道 你休想 说完 林氏钻进了丛林中 林氏经常进山采药 对地形很熟悉 很快就摆脱了黑衣人的追踪 给我追 周翰贺令道 周翰带来的人也不是吃素的 有几个是当地人 对地形也很熟悉 很快 周翰就追上了林氏 林氏已经无路可逃 前面是悬崖 悬崖下面是暗河 周翰面路杀鸡 小娘子 别跑了 你是逃不掉的 林氏叹叹气 反正是死路一条 就算是死也不能让周翰得逞 他面路果断 纵身跳了下去 周翰一愣 想不到林氏性子如此刚烈 只得叹息一声离开了 王沈醒来后 发现林氏不见了 连忙跑回家将此事告知了王六 王六大怒 他要去找周翰算账 王沈苦苦相劝 说周翰人多势众 你去了 无疑是去送死 这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 朝他走来 王六一喜 这不是妻子林氏吗 林氏解释 他运气好 悬崖下面是暗河 他会游泳 躲过了一劫 王六欣喜不已 当晚准备了一桌好菜庆祝 还一个劲叮嘱妻子 以后不要出门 别让周翰知道 你还活着 那几天 林氏闭门不出 王六不在时 一到天黑 就关门睡觉 不过 王六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他发现妻子大热天的 也不洗澡 到吃饭时 也只是象征性的 吃了几口就说饱了 一天 王六家门前 来了一个虚发揭白的道人 不等王六开口 道人就主动找到了他 说你妻子林氏有问题 王六一脸不悦 道人笑了笑 壮士莫生气 你妻子近来是否行为异常 王六听了没有说话 道人继续说道 壮士若是不信 把这个泼在你妻身上 然后掀开你妻子裙子看看便知 说完 道人递给王六一个小瓶子 王六打开一看 这不就是雄黄吗 夜里睡觉 王六犹豫一番 还是按照道人说的做了 很快 妻子林氏就感觉到了不适 面色有几分苍白 王六大步走过去 将妻子的裙子掀开 顿时惊骇不已 妻子的腿上 竟然长着一片片蛇脸 林氏自知瞒不住 叹了叹气将实情告知 原来眼前的林氏竟然是一条蛇精 他妻子林氏跳下悬崖后受了重伤 如今仍昏迷不醒 被蛇精发现后放在了山洞中疗伤 壮士 你妻子林氏是妾身的救命恩人 妾身为了救恩人 耗费了大半修为 蛇精轻声说道 王六听了对蛇精感激不已 同时又羞愧满满 蛇精本来身体虚弱 如今被泼了雄黄 功力又减半 马上要现出原形了 那道人一直寄予妾身的内丹 只是忌惮妾妾身实力不敢动手 蛇精叹了叹气 蛇仙 你放心 刘某人一定不会让道人得逞 王六臣声道 很快 道人现身了 道人见蛇精面色苍白 心大喜 壮士你赶紧让开 让贫道捉了这蛇妖 王六冷笑一声 道长 刘某差点被你给骗了 蛇仙是好人 你走吧 道人露出阴逸的笑意 看来壮士是被蛇妖给迷惑了心智 说完 道士拿出木剑开始动手 王六虽然不懂武功 可胜在身体结实 有始不完的力气 他紧紧将道人给抱住 让蛇精有了出手机会 道人不敌 只得狼狈逃走了 几天后 林氏苏醒过来 夫妇俩对蛇精感激不已 蛇精笑了笑 对王六说道 壮士 你妻子是忘夫命 你要好好珍惜 果然 正如蛇精所言 后来王六改行做了生意 赚了一大笔钱 成为当地有名的财主 话说明朝末年 天下大乱 战争不断 百姓苦不堪言 南方某小镇上 有护姓刘的财主家 刘老爷为人心善 经常在家门口支起 一口大锅救济难民 人们都称他为活菩萨 一天 刘家门口来了一对乞丐 像是父子俩 老汉瘦骨淋淋 面色苍白 儿子月末十四五岁的样子 也是面黄肌瘦 老乞丐见到刘老爷出门 连忙给他跪下 刘大善人 救救我儿吧 刘老爷见父子俩都饿得不行 忙叫管家给二人 端来两碗热粥 然而 老者仍然是跪着不肯起来 刘老爷不解 刘老爷 还请您收下我儿 不过 您放心 我儿不会白吃白喝的 他是厨子 可以帮忙做工 刘老爷听了望着瘦高的小孩 不由得皱起眉头 小小年纪就能成为厨师 怎么能不让人惊讶 老者解释 他姓周 祖上曾经是御厨 后来家道中落 到了他这一代 因为战乱 只得背井离乡 自己虽有一身厨艺 却无谋生之地 周老汉的儿子周宇 天资聪慧 从小就和自己学习厨艺 不仅精通厨艺 还懂得食疗之术 如今 一身厨艺不在自己之下 听到此 刘老爷对周老汉父子兴趣大增 连忙叫管家 把二人带去厨房 周老汉父子欣喜不已 终于有了施展厨艺的机会 不一会儿 周宇恭恭敬敬给刘老爷 端上来几个他的拿手好菜 刘老爷吃了几口后 赞口不绝 当即把父子俩留下了 然而不久 周老汉因病去世了 刘老爷叫管家买来一口厚木棺材 还给他寻了一块风水宝地 周宇对刘老爷感激不已 说他将来一定会报恩的 刘老爷只有一个儿子名叫刘冲 从小就体弱多病 如今年过十五 还是一副病奄奄的样子 周宇找到刘老爷 说自己有办法可以让公子恢复健康 刘老爷大喜 精通食疗之术的周宇 每天给刘冲准备药膳 一段时间后 刘冲的身体好了很多 二人年纪相仿 加上刘冲和老爹一样 性情温和 很快二人就成了好朋友 不知不觉 两年过去了 周宇因为懂食疗之术 一时间名声大噪 很多大户人家都聘请他去帮工 甚至还开出了高价 懂得感恩的周宇都拒绝了 说他几是刘家的厨子 若要外出做工 得经过刘老爷同意才行 刘老爷自然是不肯同意 对周宇的人品赞赏不已 他很庆幸当年收养了周老汉父子俩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 更是让刘老爷对周宇感恩戴德 因为周宇救了他们刘家 刘老爷夫人王氏早逝 这些年他一直未娶 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生意上 经过几年勤勤恳恳努力 他们刘家已经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大财主家 有传闻说刘家有一聚宝盆 他们刘家能够如此兴旺 是有了聚宝盆的缘故 刘老爷有个好友姓赵 赵家也是当地财主 两家在生意上是对头 近些年 刘家日益兴旺 而赵家却愈发衰落 老爷 这样下去可不行 我们赵家迟早都会被刘家给吞并 管家忧心忡忡对赵老爷说道 赵老爷听了皱起眉头 半晌后露出一丝冷笑 对管家耳语了几句 管家听后不住点头 说此祭甚妙 一天 赵老爷请刘老爷到家里做客 二人虽然是生意上的对手 私底下关系还不错 几杯下肚后 赵老爷拍拍手 一位身材窑窍的妙龄女子轻一连步走来 女子二八方龄 清丽秀雅 容色极美 尤其是一双美眸设人心魄 就连一向不尽美色的刘老爷都不免多看了一眼 赵老爷给刘老爷解释 说此女子名叫柳媛媛 是她的远房侄女 听闻刘老爷是当地有名的大善人 特来敬酒 女子面露羞红望了刘老爷一眼 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刘老爷不由地夸赞道 好酒量 有美酒 家人作伴 刘老爷不免多喝了几杯 准备回去时身子已经摇摇晃晃 差点一个猎且摔倒在地 赵老爷劝阻 说天色已晚别回去了 这时柳媛媛上前急忙把柳老爷搀扶住 柳老爷久近上头 双眼迷离地望着貌若天仙的柳媛媛 一时间有些不能自已 当天晚上 柳老爷便在赵家住下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 发现柳媛媛躺在自己身边 她惊骇不已 可是已至此 柳媛媛哭着说要嫁给柳老爷 柳老爷无奈 只能娶了柳媛媛 好在儿子柳冲很孝顺 见老爹有了人照顾 不仅不生气 反而放下心来 从小就和老爹闯南走北的周宇 眼力远非柳冲可比 她不这样认为 总感觉年纪轻轻的柳夫人不简单 可能会对柳家不怀好意 只是她一个外人也不好说什么 一天 周宇忙完准备回房睡觉 突然她看到一个黑影 钻进了老爷的卧房 周宇急了眼 大喊捉贼 家丁们闻声而动 纷纷拿着家伙去抓贼人 周宇也赶了过去 想不到贼人虽然身材鲜瘦 可有几分本事 他身形灵活 背部虽然挨了两刀 但是很快就摆脱了家丁们的追踪 家丁们四下分散准备撒网室搜寻 刘老爷很聪明 鹤令一句 贼人没有同伙 他跑不远 你们去守住大门 周宇听了点点头 不禁为刘老爷的冷静和睿智竖起了大拇指 然而 奇怪的是 家丁们虽然把守住了大门口 贼人就像是人间蒸发一样 他们忙活了大半个晚上 也没有找到贼人 最后 刘老爷只得让家丁们放弃搜寻 周宇百思不得其解 他一直弄不懂贼人是怎么逃出刘府的 贼人受了伤 按理来说 走不远 就算逃了出去 总会留下蛛丝马迹 比如在地上留下血迹 然而 第二天他特意去大门口和围墙边缘搜寻了一番 并未发现血迹 漠然间 一个大胆的念想涌现心头 莫非 莫非 贼人就是刘府的人 周宇陷入了沉思 两久后缓过神 似有一丝明雾 他想到了一个人 只是没有证据 也不敢乱说 一天傍晚 刘冲找周宇喝酒 二人关系很好 周宇平时试酒 今晚又喝高了 等喝完酒回房 周宇抬头一看 才发现自己竟然走错了房 正准备掉头离开时 不经意间看到 夫人大步走了进屋 这时 周宇才明白过来 此屋是柳夫人的沐浴间 一时间 周宇酒醒三分 他没有离去 而是趴在窗头 很多人以为古人洗澡很麻烦 毕竟没有热水器 也没有冲林装置 其实不然 我们的老祖宗很注重皮肤清洁保养 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 就有沐浴的记载 沐浴二字狠形象描绘了洗澡的场景 沐 像双手拘盆水沐发状 指的是洗头发 浴 自形象人 置身于器皿中 并在人的两边袈裟锅内水滴 会以为浴 就是洗澡的意思 一般来说 沐浴间会紧靠主人起居卧室 而大户人家 则有专门的沐浴间 刘老爷家才万贯 自然有单独的沐浴间 柳夫人进屋后 并没有直接进大木桶 而是让下人准备了一只小木桶 退去衣裙石面路痛苦表情 周宇见了吃惊不已 因为她看到柳夫人 背后有两道触目惊心的伤痕 顿时 周宇明白过来 她嘀咕道 果然如此 难怪这几天 夫人身体不适 一直不出门 此时柳夫人疼痛不已 去了偏房擦药 周宇露出一丝冷笑 悄悄溜了进去 在木桶中撒了一把盐 过了一会儿 柳夫人发出了惊喊尖叫声 把柳老爷给惊醒 柳老爷推门看到了柳夫人背后的刀伤 顿时明白过来 想不到贼人竟然是你 柳夫人见事情无法隐瞒 只得和盘托出 原来 柳夫人是赵老爷派来的卧底 赵老爷想得到刘家的聚宝盆 所以找来一清楼的绝美女子 许下重金 那晚 赵老爷在刘老爷的酒杯中下了药 所以刘老爷才会情不能已 和柳媛媛犀厉糊涂同了房 最后不得不娶了她 柳媛媛为了尽快完成使命 得到重金 冒充贼人闯进柳老爷房间 盗取聚宝盆 谁知 柳媛媛翻了个遍也没找到聚宝盆 还被周瑜给发现了 柳老爷笑了笑 这世上哪里有什么聚宝盆 所谓的聚宝盆 只不过是勤劳的双手罢了 当柳老爷得知 是周瑜揭露柳夫人的阴谋时 对她愈发看重 不久后 周瑜成了刘家的管家 周瑜一直对刘家忠心耿耿 刘老爷去世后 他又尽心尽力 伺候刘冲 一时间被人们称赞不已 明朝末年 南方小镇上 有个叫做断棚的商人 他靠着诚信经营和精明的头脑 在短短数年之他 就赚了一大笔钱 有了钱 断棚在镇上盖了宅院 置办田产 就等着娶妻了 媒婆得知断棚要娶妻 忙不迭给他介绍对象 把他们家门槛都差点踏平了 按理来说 断棚长得一表人才 年纪轻轻就是富甲一方的财主 怎么也得取个富家千金 然而 令众人不解的是 他唯独看上了林家女子刘芳儿 刘家是代物浓 家境贫寒 而刘芳儿虽然长相清秀 倒是有几分姿色 但毕竟是穷人家女儿 论寒阳远逊于大家闺秀 对于众人的不解 断棚只是淡然一笑 并未解释 刘芳儿嫁给断棚后 不仅没有养尊处优 还很勤快 头脑也灵活 做事老练 断棚在外忙或者生意时 他把家里大小事物都梳理得井井有条 因为不用整天风里来雨里去忙着农活 刘氏的皮肤变得白皙了 整个人看起来水灵了不少 愈发娇媚动人 一时间 人们都对断棚称赞不已 说他眼光毒辣 断棚在生意上有个朋友名叫赵成 他原本是富家公子 后来因为家道中落 不得不出来经商谋生 时常纵身于声色犬马的他 身上的恶习自然也不少 尤其是豪赌 常言道 十读九书 赵成输了钱后经常找赵断棚借钱 断棚性子憨厚 知恩必报 前几年 他生意刚刚起步时 赵成很大方 帮了他不少忙 虽然断棚知道赵成来借钱 多半不会还 但他还是慷慨解囊相助 妻子刘氏温柔贤惠 担心丈夫学坏 便劝阻 相公 有句古话说得好 尽诛者赤 尽莫者黑 那赵成不是什么好人 你还是不要和他来往为好 断棚却不这么想 近几年 自己在生意上顺风顺水 虽然没有日进斗金 但也收入不菲 赵成借的这点小钱 自己还不会放在心上 一天 赵成又来找断棚借钱 说生意上遇到了麻烦事 断棚二话不说 当即给了他十两银子 赵成感激不已 临走时 他有意无意地望了一眼 面容清秀的流逝 嘴角露出一抹 不易觉察的笑意 此后一段时间 正赶上生意淡计 断棚在家里闲来无事 赵成便请他去酒楼喝酒 断棚酒量一般 几杯下度后就酒尽上头 赵成露出一抹神秘笑意 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番漂亮的说辞 夸断棚天庭饱满 背后腰正 笔直面方 天生就是富贵相 一直劝他去赌场玩凉把 断棚本来不愿意去 奈何酒尽上头 头脑晕乎乎的 最终禁不住赵成劝 只得点头答应了 不过 他头脑里尚有一丝清醒 对赵成说道 成兄啊 段某再次发誓 只去一次而已 你是见证人 赵成笑了笑 好好好 赵兄就是见证人 只带段兄去一次 二人进了赌场后 赵成并没有立马 让断棚上赌桌 而是悄悄找到了老板冯良 话说这冯良 原本是个花花公子 经常寻花问柳 后来他心性大变 决定好好赚钱 于是开了一家赌场 当上老板后 冯良的性子果然收敛了不少 一时间 人们都对他刮目相待 二人轻声嘀咕了好一阵子 最后 冯良和赵成二人 都露出了一抹笑意 赵成笑意不减走来 兴奋不已地对断棚说道 段兄 今日你红光满面 眉宇间有紫气缭绕 这是大吉相啊 肯定会运气爆棚 断棚不置可否地点点头 说咱们走吧 妻子还等着自己早点回去呢 第一把 断棚赌对了 赢了不少 赵成一个劲 夸他手气好 断棚把赢来的银子收好 心里禁不住嘀咕 这钱来得也太容易了 此后几局 段鹏都是赢 不知不觉间 他来了兴致 决定来一局刺激的 这次 他把迎来的银子全部压上 结果他又赢了 段兄 你看赵某没有骗你吧 段兄 你天生就是富贵相 逢赌必赢啊 赵成笑呵呵地说道 段鹏听了很开心 他把迎来的钱分给赵成一半 赵成很固执 坚持不肯收下 此后一段时间 段鹏还真是运气好 一连几天都是赢 他渐渐迷恋上了大把赢钱的快意 妻子刘氏得知丈夫竟然去了赌场 他又气又恼 连忙劝阻 但段鹏根本不听劝 说自己就是一个财神 刘氏见劝说不成 只得无奈的叹息 一天段鹏瞒着妻子 把这几年辛苦赚来的银子换成了银票 他准备大概一场 若是赢了 后半生便能坐享荣华富贵 再也不用为生意上的事操心 这一切并没有瞒住刘氏 刘氏沉思一番 终于想出一个法子 他决定试试 这一次段鹏抱着必赢的心态走进了赌场 然而有些反常的事赵成却劝他三思 还说每个人有晦气的时候 不可能一直逢赌必赢 段鹏笑了笑 赵兄 你放心 这点钱段某还是输得起 谁知 一直手气爆棚的他 今天却把带来的银子给输个精光 回想起妻子刘氏的苦苦相劝 段鹏后悔莫及 望着窗外茫茫夜色 段鹏叹息连连 决定今晚不回去了 赵成来安慰他 段兄 这是近段时间赵某向你借来的银子 你先用着 若是不够 赵某再去想想办法 段鹏一脸感激地望着赵成 他收下银子后 找了一间客栈住下了 晚上 段鹏辗转反侧 彻夜未眠 心里满满都是愧疚不安 第二天一大早 段鹏忙不迭地往家里的方向赶 妻子刘氏很暖心地给他端来一碗燕窝汤 柔声说道 最近天气冷了 你赶紧趁热喝吧 段鹏感动得眼角泪水在打转 他被妻子看见 他转过头去 大口把汤给喝下了 妻子走进卧房后 嘀咕了一句 夫君 你昨晚睡觉都不脱鞋 被子都弄脏了 段鹏听后惊恶 昨晚不是我 一时间 段鹏火上心头 气冲冲走到妻子面前 质问昨晚那人到底是谁 谁知 妻子刘氏神色平淡 只是缓缓说道 夫君 你先别生气 说完 刘氏又给他端来一碗燕窝汤 才继续开口说道 夫君 这几天赌场的老板冯良趁你不在 一直要进家门 不过 妾身都把他堵在门外 听到这话 段鹏身子顿时僵住了 前几天有好心人提醒 叫他担心冯良 当时他一心扑在赌场上 根本没有多想 他第一次去赌场时 见冯良和赵成二人像是在密谋什么事 如今看来 二人肯定是不怀好心 刘氏继续说道 都说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那赵成拉米去赌场 明眼人一看 便知他不怀好意 而冯良本就是好色之徒 早就对妾身有所企图 若是夫君执迷不悟 继续赌下去 到时候家产都将归纳二人所有 而夫君 您将一无所有 说到此 刘氏突然大哭起来 断鹏紧紧将妻子刘氏搂在怀里 安慰他道 夫人 为夫终于知道 你的良苦用心 您放心 今后为夫再也不去赌场 刘氏听到此 才悠悠说了一句 昨晚 妾身睡觉前早已关好窗门 连一只蚂蚁都爬不进来 断鹏听了大喜 第二天 断鹏担心冯良和赵承惠来纠缠自己 便带着妻子回了乡下老家 经历此事后 断鹏心性得到磨炼 再也没有去过赌场 对妻子也愈发疼爱 有了贤内住 断鹏把生意越做越大 最后成为当地有名的大财主 夫妇俩很是恩爱 据说都活到了九十岁才安然去世 傍晚时分 猎人张大胖刚刚打猎回来 隔壁的王沈就急匆匆赶来 他神色慌张道 大胖 你总算回来了 你后娘 他 张大胖意识到出事了 连忙问道 王沈 你慢慢说 大胖 刚才你后娘被镇东头的王公子给抢走了 什么 张大胖一脸怒意 前几天 村里来了一个衣着光鲜的公子哥 他是镇上王财主的公子王虎 仗着家里有钱 平时整天无所事事 最喜欢寻花问柳 他无意间看到张大胖后娘攀是有几分姿色 竟然心生邪念 好在张大胖及时赶回来 三拳两脚就把王虎给揍得鼻青脸肿 王虎自然不甘心 离开时冷哼道 小子 你别得意 大爷看上的女人跑不了 张大胖听了并不害怕 还安慰后娘潘氏 说只要有自己在 没有人敢动他 潘氏是张老汉前几年捡来的妻子 那天张老汉进山打猎 他运气出奇的好 抓获了一头两三百斤重的野猪 正准备离开时 突然听到有女子的哭泣声 张老汉走过去一看 发现一个身材纤细的女子蹲坐在地上 腿上鼓鼓流着血 心善的张老汉连忙把女子搀扶起来 又找了一些止血的草药 嚼碎了涂抹在伤口上 顿时 女子脸上的痛楚减轻了几分 他对张老汉感激不已 说自己叫潘秀秀 从北方逃难而来 因为迷路误入林中 一时不慎摔了一跤 说完 还眉目 含羞望了张老汉一眼 张老汉连忙回避 准备大步离开 张老汉身材魁梧 相貌不凡 他们家时代靠打猎谋生 日子过得倒也悠闲 年轻时 张老汉娶了邻村女子刘氏为妻 夫妻感情深厚 无奈 刘氏身体不好 婚后几年后就去世了 此后 张老汉再也没有续闲 潘秀秀见张老汉就要走 顿时就哭得梨花待雨 小女子无依无靠的 听说林中多野兽 这几天来 小女子一直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 还请恩公帮人帮到底 把小女子带走 小女子别无所求 只要恩公能赏一碗饭吃就行 这张老汉一脸为难 他都一把年纪了 还去收留一个年轻女子 肯定会被人说闲话 恩公 小女子不要名分 做个丫鬟就行 小女子啥活都能干 像洗衣做饭烧火 潘秀秀见张老汉面色为难 他心一喜连忙开口道 既然如此 那就跟着老夫走吧 张老汉考虑家里还有两间偏房 便点头答应了 让他意外的是 女子身材鲜瘦 力气可不小 在他的帮忙下 张老汉把野猪扛在肩膀上回家了 当张老汉把女子带回村时 立马引起了轰动 村民议论纷纷 有人说张老汉好福气 也有人说张老汉都这把年纪了 还老牛吃嫩草 还有人说女子来历不明 会不会是妖精变的 张老汉听了 只是微微一笑并未作声 他叫儿子张大胖把后院的一间偏房收拾一番 让潘秀秀住下 张大胖虽才年满十四 可长得臂膀腰圆 干活是一把好手 不到一会儿就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 潘秀秀自然又对他们父子俩言谢了一番 此后潘秀秀便在张老汉家住下了 父子俩经常外出打猎 潘秀秀便把家务事整理得有条不紊 还烧得一手好菜 这让张大胖开心不已 恨不得改口叫潘秀秀娘亲 一天夜里 张老汉喝醉了 迷糊间进了潘秀秀卧房 等醒来时一脸尴尬 而潘秀秀却面色一红 叫了他一声夫君 二人生米煮成熟饭 张老汉只得娶了潘秀秀 婚后 一家三口过着其乐融融的生活 然而 好景不长 身体壮如牛的张老汉却莫名消瘦 面色苍白 连走路都没有力气 多方求衣无果 潘氏整天以泪洗面 张大胖急得不行 一天夜里 张老汉单独把儿子叫到卧房 开口道 儿啊 都说富贵有命 生死在天 你不用伤心 说完 张老汉拿出一个东西递给儿子 继续对他说了几句话 张大胖听了神色复杂 最后才重重地点点头 此时的他双眼沁满了泪水 第二天 张老汉去世了 张大胖按照爹的遗嘱 把老爹葬在了后院 此后他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整天闷闷不乐 一有时间就外出打猎 而潘氏对张老汉的死也很伤心 整天待在家里大门 不出二门不迈 不知不觉过去了三年 张大胖已经是魁梧皆是的小伙子了 潘氏因为年轻貌美 很多人上门来提亲 不过都被潘氏给拒绝了 一时间 人们都对潘氏称赞不已 几天前 潘氏外出洗衣服 正好被王虎给看到 王虎见潘氏虽然衣着朴素 可脸上不失粉黛 可他天生丽质 生得国色天香 尤其是一双美眸 勾人心魄 缓过神后 王虎留着哈拉 连忙叫手下把潘氏抓来 潘氏连忙求饶 这一幕正好被张大胖给看到 张大胖怒不可遏 他会武功 三拳两脚就把王虎的手下给收拾了 王虎自然懂得好汉不持眼前窥的道理 只得忍气吞声离去 张大胖以为王虎不敢再来 谁知第二天就趁自己不在家 竟然光天化日之下 强强妇女 王沈告诉张大胖 说王虎一干人从后山走的 张大胖二话不说就追了过去 还好王虎一干人没有走远 张大胖很快就追了过来 不过当他见到后娘潘氏衣衫不整时 立马明白了几分 王虎一脸得意离开了 张大胖要去追 潘氏一脸泪水拦住了他 使娘亲对不住你爹爹 说完 潘氏头也不回钻进了林子 张大胖无奈 只得在后面追赶 等潘氏走到一处洞穴处时停了下来 突然四周狂风大作 潘氏一反常态 哈哈大笑了起来 然而张大胖并不意外 冷声道 花蛇妖 你终于露出真面目了 潘氏见张大胖神色淡然 有些出乎他意料 不过很快他美眸中闪过一道寒光 你们张家曾经封印我们蛇妖一位先祖 害得我们蛇妖一族百年不敢现身 切身忍辱负重 如今伤势终于恢复 自然要把属于我们蛇妖的宝贝给夺回来 张大胖听了无奈 摇头开口道 我爹爹一身精血已被你吸食干净 算是恩怨两清了 为何你还要执迷不悟 张大胖听爹爹提起过 他们张家老祖是一位道士 曾经误伤一条正在修炼的花蛇妖 蛇妖修行数百年 要不了多久就能得到飞升 谁知修炼紧要关头被一个道士给打断 蛇妖大怒 张家老祖为自保只得出手封印了蛇妖 张家老祖心中有愧 告诫后辈不得抓蛇 几年前 张老汉就下潘氏时 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怀疑潘氏是蛇妖 不过他履行祖训 不惜将一身精血让蛇妖吸取 谁知 蛇妖贪心 竟然要夺取张家宝贝 这宝贝是一颗狼腰内丹 万物见了都会躲避 价值连城 林中多猛兽 张家正是靠着这颗内丹多次逢凶化吉 他们这一脉才得以繁衍下来 潘氏冷哼道 废话少说 看招 张大胖功法不弱 不过他缺少经验 很快就出了下风 蛇妖大喜 准备一口将张大胖吞下时 突然一个魁梧老者走了过来 来人竟然是张老汉 爹 张大胖大喜 原来 张老汉上有一口气息 他用张家的秘法保持肉身不坏 正是为了防备蛇妖 若蛇妖能明示礼 放过张家子孙 他便安息入土 若蛇妖起贪心 他自然要保住这一口气 留着对付蛇妖 张老汉虽然气息微弱 可功法尚在父子二人联手 准备再一次将蛇妖给封印 蛇妖苦苦求情 说以后再也不敢出来害人 张大胖心善 瞒着老爹只是费了蛇妖一身道行 就让他离开了 而张老汉见儿子平安无事 他总算可以明目了 不久后 张大胖离开了小村 不再做猎人 后来他娶了一位腰身纤细 貌美如花的妻子 妻子不仅貌美 还很有经商头脑 辅助他成为了当地有名的大财主 古时有个姓周的商人 他头脑精明 短短几年时间就赚了一大笔钱 成为妇人后 周老爷不做守财奴 他为人心善 经常在家门口熬粥施舍难民 一时间人们都称他为周大善人 可惜好人命不长 周老爷才年过四十就突患重病 多方医治无果 不久后就病逝了 临终前 周老爷把儿子周童叫到床前 叮嘱了他两件事 第一件事 他们周家能够在短时间内兴旺 除了苦心经营店曝生意外 还有一个的原因 十年前 周老爷一次外出 就下一位衣着华丽的妇人 妇人为感恩 送他一只手镯 说此手镯 会给他们周家带来好运 当时 周老爷并不相信 一只平白无奇的手镯 就能让他们周家兴旺 没想到 这几年周老爷的生意事业顺风顺水 赚得盆波满波 这时周老爷才想起妇人送的那只手镯 而啊 不管是不是这只手镯 给咱们周家带来了好运 多行善事 勿生恶念总没错 周老爷神色凝重地说道 周童点点头 爹 您放心吧 孩儿一定会多行善事的 还有一件事 就是我们周家和林家联姻 说到此 周老爷微微叹息一声 林家虽然近些年在生意上不顺 可林家小姐知书达理 温柔贤惠 你莫辜负了人家 另外 手镯之势切不可对外人提起 老话说得好 匹夫无罪怀必其罪啊 周童连忙点头答应 爹 孩儿都记住了 交代完 周老爷一脸安详去世了 周老爷一走 周童虽然刚刚成年 可肩膀上的担子 一下子中了很多 周家在生意上蒸蒸日上 自然是引起了同行的嫉妒 他们暗中联手 想把周家的生意给整垮 周童绞尽脑汁苦心应对 每天起早贪黑忙碌着 几个月下来 人憔悴了不少 他娘亲王室 看了很是心疼 而啊 大婚在即 你可要当心身子啊 周童笑了笑 娘亲 您放心 孩儿会注意的 说完 周童把管家叫来 准备明天失周的事 近段时间 南方大旱 小镇涌来不少难民 周童准备 把家里部分余粮 拿出来 熬粥施舍难民 管家面露难色 少爷 家里的存粮已经不多了 再说了 不等管家说完 周童摆摆手 管家 此事已定 修得多严 若是余粮不够 我再想办法 管家说的没错 随着近年来 涌现的难民 越来越多 周家每年花在 救济难民上的开支 就是一笔不小的数额 看来的节衣缩时了 周童自言自语道 第二天 周童宣布 家里的开支减半 全部用来采购粮食 为了做好表率 周童决定以后的一日三餐 只是简单的粗茶淡饭 忙碌了大半天 熬好的三锅小米粥 总算施舍完了 周童已经累得疲惫不堪 这时 前方又涌现一群难民 为首的是个中年妇人 妇人虽然衣着破烂 却气质不凡 他见了周童 连忙跪下 恩公 行行好吧 小村的百姓 都几天没吃饭了 管家摆摆手 今天的周 已经施舍完了 你们过两天再来吧 周童望着这一批难民 有不少是饿得 两眼发昏的小孩 他犹豫一番后 对中年妇人道 大婶 你稍等下 周童说完 叫管家再去熬半锅粥 管家见周童面色坚决 只得叹息离开 不一会儿 一锅热气腾腾的小米粥熬好了 中年妇人感激不已 喝完粥 中年妇人面露难色 找到了周童 周童很客气问道 大婶 还有别的事吗 中年妇人低声说道 小女翠花 她想留在少爷身边做个丫鬟 还请老爷收留 周童本想拒绝 如今家里要节省开支 她还准备把家里的几个丫鬟遣散回家 当她看到一个面容清秀的女子朝自己走来时 内心深处涌现一抹熟悉 总感觉女子在哪里见过 女子很客气给周童行礼 民女翠花 给老爷请安 中年妇人在一旁劝说 说自己姓冯 翠花是她的养女 做事勤快从不偷懒 村里大汉 颗粒无收 是翠花告诉自己二十里外的小镇上 有个周才主 年纪轻轻的就乐善好施 经常在家门口施周 周童听了很纳闷 女子怎么会认识自己 冯氏也是一脸不解 说翠花是几年前她进山采药捡来的鹅 当时翠花受了重伤 经过大半年修养才康复 只是此后失去了记忆 老爷 翠花经常在睡梦里念叨要去周家 想见您 随后逢氏补充了一句 周童再次望向女子 见她眸光清澈 与生俱来有一种高贵气质 觉得她身世不简单 便点头同意了 此后 翠花成了周家的丫鬟 负责周童的日常起居 翠花做事认真 把周童照顾得很周到 有时候 周童会望着翠花发呆 不由自主想起了林家小姐 总感觉翠花就是林家小姐 有一次 周童还错把翠花当成了林小姐 准备把她抱在怀里 翠花一脸羞红躲开了 不知不觉过去了一年 周童按照爹爹的遗嘱 去林家提亲 周老爷在世时 和林老爷关系很好 周老爷去世后 周童因为忙着生意上的事 加上距离远 两家来往甚少 上一次去林家还是几年前 当时林家小姐 还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 她主动拉着周童的手 要周童发誓 说一定要来娶她 懵懂得周童举起手对天发誓 玉秀妹妹 你放心 周哥哥一定会上门来提亲的 儿时的记忆 让周童感觉一切很美好 如今终于要见到未婚妻 周童心头有一股莫名的激动 只是才过去几年光阴 林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林老爷的夫人曹氏去世多年 此后 他一直未续嫌 近几年 林老爷患了一种怪病 常年卧病在床 他听从管家建议 把小妾孙氏扶正 如今林家主世之人是孙夫人 孙夫人生了一个女儿 名林叫林玉英 和林家大小节林玉秀年纪相仿 林玉英已远嫁他乡 如今林玉秀带子归中 孙夫人对于周童的到来很热情 一个敬夸周童 说她一脸富贵下 他们家小姐能嫁给周家 是林家的福分 周童见到林小姐后 心头不免有些失落 因为眼前的林小姐浓妆艳抹 不再是她心目中轻力脱俗的那个她 两家已经定了婚约 周童此行不过是走过场 很快就定好了日期 婚礼在两个月举行 婚礼那天 周家一片喜庆 仆人都说林小姐貌美如花 周少爷好福气 翠花一时间很好奇 也忍不住去偷看新娘子 谁知 翠花见到新娘子那一刻 身子一愣 脑海中轰隆一声响 让她失去记忆的莫名阻力被冲破 记忆如潮水般涌现而来 林玉英 翠花缓过神来后 眼眸中露出一丝怒意 这时 一个中年妇女漠然间现身 娘亲 翠花大吃一惊 别说话 中年妇人低声说道 她正是一年前来周家乞讨的逢侍 此事交给娘亲来处理 翠花点点头 话说周童今天是她的大喜之日 喝了不少 不过她始终保持着清醒 当她打着亮枪来到洞房门口时 不禁有些纳闷 怎么屋子里没有点灯 蜡烛 夫君 进来吧 周童发愣时 屋内传来了新娘子甜蜜的声音 屋子里黑漆漆的 周童并没有看清楚新娘子面容 新娘子似乎很急切 急着要同房 此时的周童 虽然看不清新娘子面容 心头却漠然间涌现一股熟悉的感觉 她犹豫一番后同意了 第二天醒来 周童见新娘子变成了翠花 她惊愕不已 翠花一脸娇羞 将实情说出 翠花 你 你真的是林玉秀 周童惊喜不已 难怪她见到翠花 总会想起林小姐 原来翠花就是林小姐 而假冒的林小姐 其实是林玉秀的妹妹林玉英 几年前 孙夫人为了争夺林家财产 派人追杀林玉秀 把她扔下了山崖 也是林玉秀命大 碰到了来采药的冯氏 此后 林玉秀失去了记忆 冯氏很聪明 猜想到了林玉秀的身份 想着翠花 可能就是周童的未婚妻林玉秀 便把她带到林家 让她恢复记忆 冯氏的一番辛苦 没有白费 翠花终于在周童大婚之日 恢复了记忆 冯氏申安药礼 用迷药将林玉英给迷晕 把新娘换成了翠花 事后 林玉秀报了官 很快官府来人 把孙夫人抓了起来 话说周童娶了林玉秀后 对冯氏感激不已 把她接到了周家来安享晚年 周家在夫妇俩的努力经营下 愈发兴旺 成为当地有名的大才主家 冯氏感慨道 若周童当年不肯收留翠花 翠花可能仍处于失忆状态 周家能有今天 是周童当年行善的结果 对冯氏感激不已